又有飛碟的影像 被民眾不小心捕捉到了嗎 畫面像你看到喔 上個月底在墨西哥城附近的 坡坡卡特佩特火山口 拍到了好幾個不明的飛行物 像是在逃命一樣 魚罐式的飛出去 是不是預知什麼樣的徵兆呢 因為沒過幾天 這個火山居然就噴發了 好 難道這飛碟藏在火山口裡面 在他們的基地嗎 但說到地球的飛碟基地 南極很多人都有想像空間 說南極海底被拍到 曾經有天線的圖騰 甚至是飛碟的管制中心 我想問這個中博哥 我們先從這個畫面來看起 你認為這個噴出去一個一個字 是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本來是由拍攝火山口 噴發狀況的攝影機 它是要觀察火山噴發的 這樣的一個進度 沒想到意外捕捉到 就在這個是墨西哥 很有名的坡坡卡特佩特火山 那它在最近在噴發的前四天 就被這攝影機捕捉到說 怎麼火山的噴發口 火山口 就像我們所說的外星飛行機 幽浮魚罐的這樣子飛出 而且感覺它就是在逃命 對… 你去看喔 這段畫面 我剪給大家看 好 你去數 不是十幾架 是幾十架 有沒有一冠冠地分出 但是大家要去看右邊 來 右邊 右邊有沒有 你有看到兩顆黃點在散 大概兩到三顆 有 有沒有 在大概螢幕中間的一顆 右邊大概有一到兩顆 他們就像什麼 有點像就是說 他們在護衛著這一些 要逃命的幽浮 他們有點類似像是寮姬 或是有點像是護衛隊 或者我們講像是我們的這個 船艦的話 他們可能是屬於驅逐艦 對 在那邊守衛著 其實不跟卡特佩特火山 它是中南美洲墨西哥 一個很有名的 火月的火山之一 為什麼 因為就是這個畫面 對 它之所以有名就是 它從一千兩百年前爆發到現在 它從來沒有休眠過 它一直都是火山 它動不動就會噴發 而且你去看 它每次在要噴發的前後 或者是說平常不噴發 但它也在火山口 都會有什麼 不噴或噴都是這個樣子 大家有想到一個貓膩嗎 如果外星人要選基地 這不就是最適合的地方 對啊 最好藏起來的地方 因為第一個 它距離墨西哥城 也就是墨西哥首都 也不過75公里 它能監控整個墨西哥 也就能監控北址整個美洲 包括美國 加拿大 第二個 它在這裡進出有黑煙的做掩護 你就不容易 可能會跟它發生衝突 或者是發現到它的行蹤 那這個墨西哥城東南方 大概75公里處的 波波卡特佩的火山 火山口的大小 跟大家報告一下 是400公尺乘以600公尺 這作為一個基地實在太適合了 但是如果它真的是作為 外星人飛行器的基地 那到底基地應該在哪呢 在火山裡面嗎 看起來是 那不是被岩漿給融化 對啊 那火山口附近嗎 停得下嗎 這時候 有一位科學家就出來了 研究外星的科學家 它叫做海梅 海梅說 大家不要誤會 這個口 這個煙是掩護 這個口不是基地的所在 而是外星人藉由這個火山口 做跨維度的空間門戶 這時候觀測網站 幽浮identification 它就來公布 它說 我告訴你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真的是不單純啊 因為2010年就有410次 類似現在你看到這樣畫面的 幽浮進出的目擊事件 2022年不減反真 494次 越來越多 感覺有點外星人 他在進出的過程 他也懶得去隱藏了 反正現在地球 包括美國 不是也漸漸在解密 就是已經承認 幾乎承認有外星人了嗎 那他們如果知道說 你們地球人 反正都覺得我們就是有存在 我也不太想要再隱瞞了 那今年從1月到現在5月20號 今年的5月20號當天 竟然就有53次的 幽浮進出目擊紀錄 一天53次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太多了 太頻繁了 不要覺得誇張 因為外星人曾經也有過 我覺得是比剛剛8月看到的 那個飛行器 逃亡過程的飛行器 來得更稍微大一點的飛行器 長什麼樣 雪茄狀 長的 對 這個雪茄狀的外星飛行器 在2012年10月25號 就這樣筆直 對 就這樣筆直幾乎成90度 然後整個直衝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口 也就是說你如果看到這個大小 跟剛剛的去相比 它明顯比較大 對 而且它是筆直進入插到那個火山口裡頭 你會說這個雪茄狀 棍棒狀的這樣子飛過去 這個畫面真的是很讓人無法解釋 它卻還不是只有一次 曾經這樣的飛行器出現在火山口 被目擊好幾次 這橫是移動 也是雪茄狀但是橫的 對 所以飛行器還有分不同的形狀 不同的大小 在2013年5月30號晚間8點多 有一個叫Michael的人 他拍到這幽浮要進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他還會繞呢 就這一段畫面 對 繞了一圈進去 好 我們再看一次 它本來在右方 右邊2點鐘方向 然後飛過來到9點鐘方向之後 再立刻來個180度回旋進火山口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 某些什麼生物駕駛的飛行器 這段畫面明君 他打槍了一些很多人說 可能就是火山口噴發的時候 對 因為這一定有一些 這個物理抛物線的一個原理 不可能會這樣飛 你噴出來的東西是噴出來 對 怎麼可能我一圈 這是進來 進來還繞圈圈 是 那到底 你這個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到底這些飛行器 這些幽浮的飛行器 你這樣來無影去無蹤 然後現在逐漸的讓大家能夠目擊 你是為了什麼緣故呢 好 那到底是這個 萬星人書借著這個火山口 當作是個蟲洞 跳到不同的空間 我們不得而知 但講到 那地球有沒有這個 飛碟停泊的基地 人家都講 南極是個非常有可能的地方 因為科學學 找到了很多的證據 剛剛我們提到了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它是一個很好做掩護的外星人飛行基地 那你有沒有發現地球還有類似的地方 最好做掩護在哪 最少人去的地方 就是南極的冰原大陸 南極被人稱為第七大陸 因為它是人類最晚發現的大陸 而且中年由冰所組成 還有它到目前都是屬於無主之地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宣稱對它有主權 你是外星人 你在這裡設計地不是剛好嗎 有冰塊做掩護 沒有國家能夠來干擾裡 中年零下65度以下 地球人對它的掌控之資 也是都很少 掌控力道也很少 這時候果然就歷來有很多外星人在這裡出沒 或者是他們曾經留下的痕跡 那你問 如果今天真的這些都有基地的話 這些外星飛行器 怎麼導航呢 他們要怎麼樣來確定他們的飛行軌道呢 這時候就有人就講 在上個世紀1962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支船叫做埃爾塔尼 埃爾塔尼是南極的一個 我們說第一艘移動式的船隻實驗室 他當時在南州進行研究 兩年後 他在南極大陸哥倫角以西 約1500公里處的海底 4000公尺深的地方 你知道他發現什麼嗎 他不是發現什麼怪生物 他發現了一個怪怪獅 就是畫面當中你所看到的 叫神秘天線 我問各位 為什麼在4000公尺深的南極 不毛地帶的海底下會有4000公尺的 一個這樣的天線呢 而且大家去看這個天線 他們被稱為叫做埃爾塔尼天線 有沒有覺得它不像地球人的裝置 而且它長的形狀很詭異 詭異的像什麼有人這樣 很像我們三星堆的生命之樹 也很像猶太人的一個神秘圖騰 卡巴拉生命之樹 而這些都是目前我們很難用科學去解釋的 一些奇形的裝置 這個圖案是剛才科學家發現的 是 這個是猶太人的卡巴拉生命之樹 是 好像喔 以前就有人說過 猶太人的卡巴拉生命之樹 是來自於外星的文明 好 我告訴你 雷神公司知名的軍火商製導導彈很有名 他就委託了包商赫克就這個人 去南極州的阿蒙森斯克特站 看看有沒有外星人的足跡 既然你們都說南極有嘛 是不是 結果他說他在那邊 他在直播喔 直播 他在那邊發現了一個 幽浮的交通管制中心 而且這個幽浮的交通管制中心 是透過發射一種中維子射線 就可以對外星人的幽浮做導航與溝通 中維子射線 對 就有點像是我們的航管中心 大家有看過 超級戰艦這部電影嗎 外星人當時來地球 他要通知他母星球的人 來攻擊地球 但是他沒有通訊裝飾 他也是佔領了地球的衛星站 發射了中維子射線 所以電影的情節 本來以為是天馬行空 但赫克是在雷神公司的委託下 發現了有這樣類似的 我們講類似的基地 實際的存在著 中維子是一種非常神秘的例子 你很難檢測到 赫克補充 他說也就是說 因為你很難檢測到 外星人偷偷地在跟他的母星球聯絡 並且為這些神秘的幽浮基地做交管 想讓地球人察覺不到 所以他講 他說我在那裡看到了一個指向宇宙 指向天空宇宙的強大綠色雷射 最後我要來講一件事情 最近又有人在Google地圖 一樣看到了一個這樣的 你不覺得很像變形金剛第一集裡面 那個在沙漠裡又出現了怪物 對 你要知道這是從上空往下拍 所以它其實真正的面積非常大 大家就問這是什麼 有人就說這很像是一個基地 但有人講這是基地嗎 這又有點像是什麼 星際母艦 還有人說不 這也有可能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外星人飛行器的一個出入口 跨圍渡門戶 到底是什麼 你... 你這樣子從高空看 你沒有把這...